應用牛頓第三定律 這個塑膠盤裡放了一層很小的小膠珠 小膠珠的作用是減低磨擦力 如果將一塊硬卡紙放在膠盤裡 稍微動一動把硬卡紙 硬卡紙很容易滲走 這是一輛電動的玩具車 大家先猜猜 開著電源後 再將車仔放在硬卡紙上 會發生甚麼事呢? 車仔的車輪會受到硬卡紙作用力的影響 將車仔推向前 車仔既然得到向前的作用力 那車仔的車輪就會對硬卡紙 施加一個向後的反作用力 令到硬卡紙向後運動 現在我們看看這個估計是否正確呢? 首先按住玩具車 準備放手 留意一會兒硬卡紙的運動 果然是玩具車向前移動 硬卡紙向後移動